一个经济体如果不具备宽广的外贵储备护城河,则意味着其抵御经济危机风险的能力,要远低于外储雄厚的经济体。 即便一些低外储高外债的经济体,可以在美元QE推动下,借助许多全球资本,曾创造出较为亮眼的指数增长,但也被认为可能是昙花一现。 越南经济或正是如此。 图片来源Breaking Defense, HSBC汇丰银行,稍早前在一份报告中称,由于越南可能会在2019年,毕竟该国宪法规定GDP的65%的债务比例上限,因此将越南立为了东南亚最需要巩固财政的国家。 而65%的这一比例,也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公认为是债务与GDP之比的警戒值。 这表明,虽然越南经济近年经济迅速增长,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其高企的债务赤字负担不断加剧。 一旦全球资本持续撤离越南或越南的大部分债务到期,该国有可能会从被认为的亚洲经济奇迹到退回原形,而陷入流动性困境。 图片来源Reining,根据越南央行资料显示,越南外汇储备仅为635亿美元。 显然,这一外汇储备与越南快速增长的经济指数并不成正比。 要知道,根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总局资料,2018年越南GDP增长7.08%,创下11年以来新高。 我们参照过去多个市场的案例不难发现,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对本国外汇储备带来极大的提升作用。 显然,越南经济或与之被盗而驰,这就不难理解。 世界银行释出的东亚和太平洋经济报告预计,2019年越南经济增速将放缓至6.6,2020年将为6.5。 也就是说,越南经济并没有走入一个稳定增长的轨道,而是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过山车模式。 那么,近年不断发力制造业和相关领域出口的越南经济,为何会出现这一被动局面呢? 图片来源,James Stein,我们注意到,在支撑越南制造的背后,大多是非越南本土的外国资金支援。 例如,2017年,越南通过出售国企股权,募集了135.6万亿越南盾,约合60亿美元的资金。 而到了2018年初的时候,越南官方当时宣布计划出售的国企股权规模是去年的6.5倍。 这意味着,越南制造及相关领域的绝大多数利润并不会被越南市场真正获取,往往是不同形别的全球投资者或企业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与此同时,越南近年还效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经济模式,试图通过吸收外国人投资该国牛市而发展经济。 自2015年起,取消了对外国人购房的诸多限制。 尽管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全球不少中产阶层的投资者都纷纷涌入越南,投资非常廉价的房产。 但这些投资者面临了最大问题,在越南的二手房变现难度非常高,再加上,大多数房屋并不具备自作功能。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一些外国投资者纷纷降价抛售在越南的房屋,以对冲风险。 这也表明,越南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一样,吸收外国人投资楼市的经济模式或将戛然而止。 越南经济也并未因这一经济模式而真正受益,图片来源Dreamstein。 不仅于此,去年在全球经贸不确定性不断加大的情况下,越南被认为可以增加出口,而从中受益。 然而,资产管理公司Dragon Capital首席投资官Dill Stoops在接受CNBC采访时却称, 现在说,越南从全球经贸中获得巨大利益还为时过早,越南经济并没有大规模受益。 大量出口订单,不知从何而来? 如何涌入越南的海鲜、家具和服装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据越南通讯社报道称, 输往美国市场的虾类和鲍鱼类产品,在今年需要满足海产品进口监督城市,SIMP的要求。 而美国的新举措料,将使越南虾类加工和出口企业面临巨大困难。 这也传递出,越南虾等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 而早在去年三月,美国商务部还宣布对越南虾征收返信销关税的初步结果为25.39%,远高于此前的调查结果。 也就是说,美元早已对越南虾举起屠刀,对此,一些越南虾出口商表示, 这严重缩减越南虾等水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出口。 分析师称,越南虾或仅仅只是开始,而考虑到,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 这势必会影响越南的财政收入和国际账目收支平衡。 这些迹象表明,支撑越南经济的越南制造、外国人投资楼市、海产品出口接下去的前景可能将蒙上一层移影。 越南经济持续向好的预期则将变得黯然失色。 特别是一旦全球资本不断撤离,路透社数周前称,在美元光的困境之下, 越南火爆的经济或正在成为牺牲品。 加拿大皇家银行也曾指出,一些借贷能力有限的经济体可能受到石油供给和价格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 越南就是其中之一。 Bill Stoops 则表示,请记住,越南一直需要资金来帮助弥补新预算赤字。 显然,越南经济高增长背后却潜伏住更大的经济引诱。 债务困境加剧后,越南经济获得退回原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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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